hello大家好我是耶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现在呢在马来西亚找到好业 所以呢就跟他来拍几个影片啦 今天这个影片呢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分享有关于在2022年 我们普通可以创造被动收入是什么? 我们两个拿着电脑好像很专业 首先呢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们说 就是很多人听到被动收入他们就以为是不用做 那前期肯定是需要一些建设 这其实后期你要维护啊 是需要迭代但是他的工作不会比前期更多 他不需要让你一直一直去做 但是你还是要去维护他 就像我们一直讲的做YouTube影片 是一个被动收入 但是不代表说你做了一个影片 就不用再做任何东西 你还是要一直去做吗? 其实前期需要就是要花心力去建立起来 但是在后期的时候呢 我们只是需要不断的再更新更新这样子 所以今天呢我想要跟各位分享 在2022年的一些被动收入可以去做 但是不一定只有拘束在2022啦 什么时候做都可以这样子 此次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些趋势想要跟你分享 然后如果你有个技能你想要创造一个网络事业 在网络上面开始去赚钱的话呢 记得待到最后我们呢有个惊喜要给你 OK 第一个可能就是现在的一个趋势之下 我觉得线上课程这个趋势很像是不错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在做 对我们自己有 那线上课程你觉得是被动收入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很多线上课程也分成很多种形式 那如果是那种预录好就是随时观看 随时观看那种方式 你就只要录一次而已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不断的自动的去卖这样子 但是呢你看到线上课程 它有分什么直播 它有分训练营 训练营 它基本上分很多种 它有1对1的资讯 所以基本上分很多种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它录制起来 然后去销售的话呢 可能会变成一个被动收入 那如果没有是那种预录好 你想要更给你的客户更加好的体验 就是那种1对1啊 或者是训练营的方式 其实也算是一种被动收入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吗? 为什么? 因为那个知识你已经懂 已经很熟悉了 所以对你来说 你只是面对不同的人说一样的东西 可能这一批训练营就是50个人 你就讲一样的东西 然后他可能会问一些类似的问题 那可能你就可以客制化的 那个他的解决方案给他 但是他不会离开你的诅咒太过 我懂我懂我懂 所以你的那个花心力啊 去做研究调查啊等等的东西 其实他是花的非常少 因为你讲的都是一样的 我懂我懂 就像是我之前有做一个工作坊 然后我做了第四第五次之后呢 就跟表演一样 跟唱歌一样 你都已经知道 你已经很熟了 你就知道要做什么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就是你需要投入的心思 已经变得很熟练了 对对对对 所以算也算是蛮被撞的 对啊但是在销售的部分 行销的部分 比较没有那么被动啊 对对对对 但是我自己本身就有这样的过程 就是我每次讲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重复讲三四次 就会觉得很闷 然后就开始会加新的东西 所以大家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不然你的学员可能就觉得 哦那都是讲一样的 就可能 没有啊但是不同批不同人啊 但如果很像 回来复习的学员他们会有 哦复习 复习 所以你可以加不一样的故事 不一样的案例 不一样的分析 但是在讲同样的一个主题 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对于旧的学员 新的学员他们都会 可以接受得到 对而且你当你做完一次第二次 你会知道学员需要什么东西 你就可以改 对对对对 第二个被动收入呢 是我最近我弟做 我弟原本是我的助理 啊哈 然后呢 我没有吵他啦 但是呢他去做那个虾皮电商 哦OK 然后呢他是做到98% 都是自动被动收入 那不是要发货啊 他还蛮厉害的 他去中国啊找那些厂商 然后呢他跟这个厂商讲说 如果现在有人买 你可不可以直接去运到过去 哦 对所以他是直接从工厂 那叫什么 dropshipping 有像直运呢 dropshipping 对好像中文叫直运呢 英文叫做dropshipping 那在dropshipping之前呢 他们在spotify上面做完 对对对 现在我弟呢 他可以在他的他住的地方 有个shopee账号 他在中国那边有个shopee账号 所以如果有人购买 他是可以直接连贯到那一边 对就是全部自动这样子 但是他也不是百分之百自动 因为他要去找新的产品 然后他要去贴这些产品 他要去宣传这些产品 所以基本上是 我可以说是百分之九十 我蛮骄傲的啦 因为他以前到现在 我就觉得说 他什么时候可以 长进 不是长进 有商业头脑 更多的商业头脑 结果他发现说 诶那个你知道他最近呢 他才刚做 客户就一大堆了 哇他卖什么 他是卖那一些宠物用品 对 然后他养很多宠物啊 所以他就一直拍啊 贴啊 然后拍贴啊 这样子 这样就很容易做宣传 然后他现在的宠物都是免费养 因为呢 那个厂商一起去东西 对对对 然后这边也要跟大家讲 就是在shopee 或者是那种shopee 电商平台 就是他们也可以设定一些自动化的 那个回复系统 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只是要一个 那个invoice 他就来找你私信的 但是如果你设定一些自动化的 那他自己按就可以 或者是他想要知道那个运输的那个就是status 那同样也可以在这个聊天那边就设定好 对对对对 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变成自动化 对对对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电子产品 你知道什么是电子产品 就是像是电子书啊 就说你刚说那些模板啊 网页模板等等的 最近超多人还有卖那种ig贴纹模板 ig贴纹模板 什么说 就比如说像是canva 上面他已经做好一些模板 他就卖给你一整年份 还是一整个月份 然后他卖那个设计 对然后你就去修改那些内容 可是canva本身不是已经有 你有没有发现canva本身就是有一些模板 但是呢你没有 对不适合我们这个领域做 很多线上销售领域做的 太广告太硬 对对对对 你有买过模板吗 我是买PPT的模板 PPT哦你有买PPT模板 对啊我就是刚好看到就好看 我在以前在那个那些有些大陆的网站 就很想买的模板是设计的很漂亮 因为以前我是做这个digital marketing 所以我需要设计一些海报 然后我设计的水平有限 所以我只能去买模板 然后再去调整再修改 对啊因为很多素材 我不懂他们是怎么弄 但是我只要买模板 然后自己再去找那一个 他的那个文字调整 然后素材再改改 那就可以了 那我是买过网页模板 就是我现在使用的平台是kajabi 那kajabi你可以去买别人做好的网页模板 套上去去改成自己的东西就好了 这样我就不用去设计 因为我不喜欢太阳村的网页 kajabi不是自己也有模板 kajabi自己也有模板 对但是我不喜欢 所以去找我喜欢的模板我就买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模板还是说电子产品 你只要做一次你就可以一直去销售 对因为有些人他也会做一些 类似星座的那些checklist 对对对星座checklist 算命的那些东西你都可以做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一个你的客户 发给你他的什么生日之类的 然后就可以帮他客制化一些东西 那我觉得应该是用那种 spreadsheet或者是一些 对其实不会很复杂 程式弄一弄就可以 不会很复杂 接下来我想分享的就是机器无人的商业模式 我不知道在马来西亚怎么样 但是我住那里啊 苏美岛 超越来越多自动洗衣机啊 马来西亚也是很流行 洗衣机 还有vending machine 那种自动贩卖机 饮水机 你知道在泰国最新这个 什么合法啊 哦那个 不好讲啊 这个合法 我看到这个的自动贩卖机 哦是啊 对对 在我家附近 哦这样很方便 但是我没有去看过他到底卖什么 但是我就一直就是说 很多东西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自动销售的 但是其实这一个模式很早是已经有了 但是为什么最近会跟你讲流行 是因为电子支付的崛起 所以大家很方便 就是ZX时代大家追求方便 所以他们只要用手机去掃嘛 然后付款就可以了 那以前有人 没有那个纸插 你又没有那个纸 然后你要三音讯还一直退出来 三音讯退出来 就很麻烦 你知道吗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的学校 我的教室在这边 然后福利社all the way在这边 所以每次下课 好像就五分钟 你要冲去福利社去买东西 所以我那个时候 就真的很希望学校里面 有个自动贩卖机 为什么你下课就冲去买东西 要买喝啊 买 不喝啊 有时候就想喝嘛 那么下一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就是初周呢 你的所有的器材 你拥有的这些物品 是别人也可以用得上的 比如说什么 相机 就可能你相机有时候你拍一拍 然后就放在那边 没有用 像是我们很多相机 对啊 你就可以出租完了 还有包括很像如果你有车子的话 其实你是跟人家去 以前我在我大学的时候 我就出租我的车子 是哦 赚很多啊 就是好像我的那个 车子的那个月工是400块马币 那出租的话 出租到800到1000 所以我每个月都有金赚 那个五六百块 oh my god 你买车 你单管买车你不要自己开 你这样出租出去 对啊我是出租出去啊 你钥子给他啊 对我就睡觉 他就开我的车很开心的去玩 然后回到来就给我钱 大学的被动收入 那出租你大学就有被动收入 那出租基材 我想一下我可以出租什么 你的衣服 衣服我不想要穿 anyway这个可能不太适合我 ok 如果你自己有开店还是什么 有些你是可以出租你的一个小地 小空间 或者是出租一个广告位 比如说像是你的店面前面有个地方 你可以给他放一个广告牌 对对对对 oh my god 这也是一个方法 对啊 就很多东西可以出租 还有包括你开车的时候 你的车也可以出租给一些平台 就给他放那个广告 对 那个马来西亚很多人别那个车 然后有些人是加Uber 然后他一边加Uber 一边又有那个出租他车的广告牌 所以他已经用尽了他的那个车的资产 对 所以你听懂吗 所以他买车他出给别人 然后他又在车上放广告 所以他用尽了所有这台车 能够 他是自己加Uber 他自己加Uber 对 okok 然后最后一个 last but not least 最后一个我觉得比较少人知道 但是如果你有在经营自己的网页 ok 然后如果你不介意自己的网页上面 有看板的话 其实你可以出租网页的一些地方 来给人家放广告 就有很多现在做部落格 他们都会这样 像是业配但是也不秩序业配 因为这是月族 所以你可以长期收阻 但是比较适合就是如果你是那个领域 然后你是找这领域的这个广告商 对 这样你可以给的那个价格也会更加高一点 对 这个就是呢你现在要有个网页 这里有个部落格 然后你有稳定的流量 这样子你才能做 那最后的惊喜就是呢 如果你现在有一技之长 你想要在网路上面开始去赚钱 去传授给别人你的一技之长 或是去帮助别人的话呢 我们有合作做了一个免费的一个小时的教学 教你怎么去做到 如果你看完这个免费教学之后呢 你还可以获得跟我们一对一咨询的机会 有时候你在线上销售吗 你知道你有卡关还是 有些人他不知道怎么做线上销售 但是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你可能跟我们通话的时间30分钟 我们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怎么做 有时候你遇到问题你卡关很久 我们给你通话30分钟 我们就介绍你问题 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zoom meeting里面 就是看一看大家需不需要我们帮助 这样子看一看你的这个商业点子 是不是转化成这个线上课程 对怎么把你的点子变化成一个产品可以去销售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呢点击下方的链接 那我跟大家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边 我在好业的频道呢也有拍了一个影片 你可以过去观看 然后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我每个礼拜都会想传新的影片 梦想不搭配行动的话 永远只想 你讲一次讲我的slogan 你的slogan 梦想不搭配行动的话永远只是空想 只是梦想 我的比较好诶 这段可以录下去 OK OK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明天下期见 明天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嗯 我们下期见 微笑 我们下期见 在这个南部